现在已经是半晚7点多钟了 我们准备找一个服务区停车过夜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浦江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挺大的 我们找了一个靠邻边的一个停车位 因为这里车比较少 人流量比较少 要安静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起了晚饭 因为小姐姐开车比较累 所以晚饭就由我来下厨了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菜是干草四季豆 还有蒸水蛋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带的罐头鱼 我们把菜洗干净 然后就准备在车的后边 搭一个我们自己带的户外桌子 因为外边空气比较清新 然后人比较少 然后我们就直接在外边搭起了炉子 我们用的炉子是卡丝炉 这桌子还挺大的 然后在上面都放满了这个调料 第一次做四季豆 没有事先把它给用热水 用开水过一遍 不要难炒 所以炒了不要久才炒熟 老板 开火 盐 继续 紅 现在小火把它去焖一下 首先它下面脏有点油 这个水蛋没熟 啥整 啥整 是熟了 是水稿多了 哦 水稿多了 你走开一点哦 哎呦 走开 哇 yes 还有这个 豆豉鲫鱼 这个饭很漂亮 嗯 味道也很香 哈啰 可以开饭咯 6666 把这里看暖点 蔡大臣讲话天主见我跟你说 嗯 把一只手放到水里面 半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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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睡着了 嗯 好吃 再加饭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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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的是 吃饭嘛 饿得不要长 都被吃光了 那么多菜 嗯 嗯 不离舍地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半毛钱 一个子浪和蘑菇一帮 到底谁抢的那只保健 今天我们开车开了一天都是服务区拍的 手上一天可以拍的 不是这个视频 慢慢做 话说拥有的是我的记忆 美妙的感觉 这也好 这也好 这也太阳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视频